全油管最快新闻,央视新闻报道,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发现缅北 社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重要头目被公开悬赏通缉 犯罪集团长期组织诈骗活动,涉及巨额资金,并涉嫌其他暴力犯罪 公安机关敦促犯罪嫌疑人自首,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协助抓捕 提供有效线索和协助抓捕的人员可获得高额奖励 通告显示,明学昌等人是该集团的重要成员 另外,当地正在进行反诈清零行动,力争将所有诈骗公司及相关人员遣返回国 这是一次有关网络诈骗和犯罪集团打击的重要行动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